中方坚决反对日本辅导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日本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已经近两个月 国际社会要求立即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 并确保日本周边邻国等利益有关方的切实参与 国际原子能机构应该为此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 承担起对日方严格监督的责任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拟于下周在辅导组织开展海水样本采集 及实验时间分析比对活动 这本质上仍然是机构秘书处根据与日方双边安排开展 不足以构成一个利益攸关方充分实质参与 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 中方敦促日方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以严肃认真的态度 建立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